你们要的教程我给你们判一个 首先把虾洗好洗干净 一定要洗干净 洗干净时候用高度白酒 高度白酒腌一下 白酒不用太多 这样就可以了 腌到半个小时左右 多一点时间也可以 虾洗好了之后 把白酒都洗干净 把这个后背 把线线拿出来 你看这个虾线 你们平时老说过 我那个虾线在哪了 你看看这个虾线 这个虾线是在这个虾膏里的 那个一起的 把线线拿出来 这样拿出来之后 放在这 然后我们调料汁 这个是料酒 料酒一定要多放 这些能有150克料酒 海鲜酱油 150克 蚝油 这个是蚝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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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蚝油50克 糖50克 蚝油50克 味精少许 哦 味精少许 不喜欢味精 也可以不放味精 然后你看见没 它有点少吧 这料得更不多 是不是 然后还有这个芥末 芥末 芥末就看自己的口味了 自己想吃辣的话就多放 然后这些料这不是不多吗 就放纯净水 不要咸了 咸了的话香味完之后的咸了就不咸了 这个时候把佐料放进来 这个是葱段 姜片 柠檬 蒜 蒜一定要给它拍开 让那个蒜入味 蒜多放一点 小米辣 这个多少 早就看你的口味了 这个料汁已经调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虾就放进来 放进来 它有点没有腌末 它没腌末这个虾就不行 我这个虾有点大 再放点海鲜酱油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给它拿保鲜膜封上 封上之后了就放冰箱里冷藏 冷藏腌制 三小时以上 如果你的虾小呢 你就腌三个小时 就两个三个小时都可以了 我这个虾大就要腌久一点 这就是这样的做法 然后那个香菜呀 就是等着吃的时候再放 现在不要放香菜